hello 大家好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老猪的最新速通俱乐 这一局打的太流畅了 而且老猪这个角色的速通 他是相当吃基本功的啊 这边解冻出场画面给个火运刀 晚上直接一个镜子给金鸟哥哥落位 捡上火雷 晚又跑 地煞弓联兵带boss一起打 boss没过来 晚上之后过来再给一个地煞弓 这下是打到了四个单位啊 再给一个地煞弓 又是打四个单位 然后你们看这个葫芦啊 直接一个葫芦连boss带兵一起打 然后扔一个手雷 还摊了一下平A 这时候运气来了 金鸟哥哥直接闪到右边 一个塔砸到的同时往前引屏幕 还节约了出场的时间 这时候捡个金刚咒 平A接金刚咒 直接给金鸟带走 这第一关打的真的属实是太流畅太快了啊 这里来到第二关 老猪这个角色打第二关的话是很难受的啊 就是说你打平A 没有猴哥那么高的伤害 咱就不比老杀了啊 没有人家那么高的伤害 你打波动 你又抓的又骂 完事之后就只能是干巴巴的这么A了啊 平A一下的话是6点伤害 拱一下是12啊 拱这一下还可以 但是平A的话就伤害有点低了啊 平A平A接拱 完了之后最后给一个冰扇子收尾啊 AA就砸倒一下 然后AA接拱还剩56 然后A接拱剩38 冰扇子从后边追着他打过去 这也已经很流畅了啊 老猪打这一关他就是慢啊 人家玩家玩的已经是最快速度了 但是实际上他确实跟猴哥比不了 然后这里直接血沙开 平A平A接拱 先打四套 两倒三倒 完事之后四倒 这时候老猪的基本功就要展现了 要会扔平A平A接扔 因为这一关老猪是一个属性贝克关卡 属性贝克关卡 而且有三个boss啊 平A一下只有4滴血啊 只打4点伤害 扔这一下是12啊 因为扔的话是跟属性没关系的啊 所以说要借助着这个扔去打伤害 然后贴住板边 控住这个控住兵 完事之后往下走 AA接扔 再继续AA接扔 不会这个扔老猪打这个鹿哥太慢了 这里又是起了一个急眼啊 并没有说跳坐 完事之后AA扔 AA没打上 然后剩30平A平A接拱 还剩16 A接扔啊 最后16A一下4点伤害 扔一下12啊 算得相当精准 这边来到了杨哥 杨哥的话 先减上电符 过来应该要给金刚咒 这里给这个金刚咒的话 是为了把兵给打掉 完事之后 最后一个小兵落地 直接给一个 电符啊 电符是连打boss带卡兵啊 这边一边打杨哥的同时 同时存能量 因为诸葛哥的波动 打杨哥伤害比较高啊 有43吧 杨哥也是这一关防御力最低的一个boss啊 你别看虎哥血条长 但是虎哥的防御力比杨哥高 鹿哥防御力是所有boss里边最高的啊 这里减上镜子 再起波动 然后虎哥防御力也算属于是偏高的吧 平A平A接拱 还剩17 存能量 平A平A再接拱 剩一点血前前踢直接给他带走 剪上道具 看这段剪道具啊 相当流畅 是一个土 剪 剪 起波动 拱 斜跑 啊 就这个跑板啊 就相当相当的帅了啊 这边来到了虎哥 直接一个大剑 最后一个落地 起电符 连打boss 再卡兵 往右跑 起一个钩子 勾两点 打点伤害的同时 想把兵给清掉 兵没有清掉 前前踢 然后虎哥直接跳转 平A平A接扔 然后这里平A平A接扔 虎哥也是一样 也要靠这个扔 打12点伤害 然后看虎哥的强反 虎哥又跳转 跳转只能硬跟他换血 挨一下 要不然打不上三点啊 就更慢了 平A平A再接扔 过来平A平A接往前扔 然后到他身后 跺地 跺地比较好 平A平A往前扔 再过来 平A平A再往前扔 然后再过来 平A平A再往回扔 看一下这下强反 又是跳转 跳转挨一下 然后平A 这下很危险 但是不这么打 会浪费时间啊 平A平A接拱 最后剩44 一个雷电戟 可以直接带走了 雷电戟这个道具的话 打有一些boss伤害 比较高 有一些boss伤害就比较低啊 一般都不用他来打伤害 他持续时间太长了 收尾的话 或者是开怪 用雷电戟 中途用雷电戟的时候少 这边来到了海胆 老猪打海胆比较快啊 中途海胆慢起的时候 还会摊一下平A的伤害啊 你看啊 海胆每一下落地的时候 有可能直接就反扎 这时候直接就拱他 或者是说 他会 弹一下 然后他再动 弹一下的话 就是慢起 慢起的话 可以中途摊一个平A 这边来到了金鱼精 金鱼精标准的雷电戟开 然后扔一个塔 老猪的一个塔 打金鱼精的话 是一个56点伤害 所以说有机会的时候 扔了一下塔 打了一下伤害 但是也没有了 身上塔也没有了 然后调好名扇子 这一关的话 老猪的道具伤害都很高 毕竟优势属性关卡 波动穿过去 平A平A接拱 平A8点伤害 拱一下是16 然后再起波动 波动是41 因为道具的原因啊 老猪可以储存的道具 比别人少 所以 舍不得用啊 葫芦什么的 都舍不得用啊 因为全城都带着这个钩子 没有这个钩子 火龙就崩了 老猪打火龙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钩子就崩了 然后给一个悬兵斧 接波动直接带走 悬兵斧也用上了 因为悬兵斧是62点伤害 也不能说打得快 这一关是老猪 唯一打得不慢的一关 好 这边来到了蜘蛛女 上来先给一个火扇子 然后再给一个火扇子 给火扇子的原因 是因为火扇子打蜘蛛女 是一个满伤害啊 38 闻人手给镜子 再给镜子 被咬了一下 再起镜子 点狠背 被一个跳 把镜子给跳过去了啊 这时候的话就要 多补一个波动了 镜子不够用了 不然 然后过来 等他往前窜 再起 再起一个波动 蜘蛛女的话 比较吃镜子啊 但是不吃老猪的镜子 其他四个角色都是50多 只有老猪是40多 咱也不知道咋整的 青狮那一关也是 大家伤害都很高 就老猪40 这边来到了蜘蛛王 直接先给一个塔 然后一个钩子往回旋 这个钩子不能用到底啊 剩余的钩子是打火龙的 然后大肚子拱 老猪这个大肚子拱是 14点伤害啊 因为打蜘蛛王拱的频率特别高啊 所以说站在只玩的下身位 一直用这个大肚子拱可以节约一点道具啊 很难受啊 老猪只能说很难受 就是这个钩子站着这个格子 这边上来之后 接着狗 老猪这个角色的话 他大肚子拱基本上打谁伤害都很高 但是又不安全 这一招又不安全啊 这里打的也很棒啊 没有吃时间器 刚刚好啊 剩15秒啊 其实还余了余了七八秒啊 后边到鹏哥啊 老猪打鹏哥也难受 难受的 直接一个电弓开 老猪打鹏哥 难受的一点在于什么呀 在于这个 起这个波动啊 老猪最后跳出来这一下 狮子吼的时候啊 他是有位移的啊 就是说不在原始位置 完事之后这里 很难受啊 嗯 冰在鹏哥前面啊 所以说出现了一个 抓到了小兵的情况 那就很难受了 这种情况就很难受了 两个大剑得给两个大剑 不给两个大剑不行了 这边来到了相哥 冰扇子 冰扇子 镜子 然后一个抓下去 过来之后啊 就显示出来老猪波动的劣势了 他出他波动的劣势 除了 扔一手 除了这个时间特别长之外啊 给一个塔 这个塔是为了让自己有时间充能量 除了时间长之外啊 你看这里 然后存能量 起抓 哎 再给一个镜子 然后存能量起抓 本身是贴着板边啊 起的这个抓 完事之后 你看最后他会跳出来 跳出来这一下的话 就属于脱位了 脱位状态的话 就有可能挨挡 如果是贴着板边的话 没事 你看脱位了 哎给一下 然后再拱 再起 然后又脱位 啊 挨一下揍 敲他 没敲他 然后平A接拱 存能量 平A再接拱 再存能量 然后再一个前前踢 然后直接抓一下 完事之后 你看啊 这骷髅兵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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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哎过来扎他 哎你看是吧 只有老猪是这样的 其他四个角色都没事啊 然后这个场景老猪是近67秒的门 猴哥是近77秒的门 正正比猴哥慢了游戏里的10秒 游戏里一秒钟的时间等于计时器的等于就是咱们这个正常的秒数的1.7秒 抓住 坚持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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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出品的 火云道 猴哥净子能打56秒 龙马54 老沙52 龙女46 但是老猪就只能打40 只能多抓了 这边再起抓 你看 37 36 35 猴哥56秒就能打完 这边来到了老鼠场景 直接一个火扇子 应该是三个火扇子打进去了 要留着火晕刀 然后再火扇子过来 再捡一个火扇子 没捡上 这下捡上了 小刀扔走 留三个火运刀进来 是因为老猪的道具伤害啊 没有那么高 然后火运刀的伤害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不留三个火运刀 害怕这个打老鼠的时候 不能打出来这个流血不停止 这里补一个火扇子三倒抢反 抢反的时候给一个垫斧 垫斧了之后上去压火运刀 而且老猪的火运刀 非常容易炸不到两点 压起身 还好 完事之后 他抢反再起火运刀 两点 然后起火扇子 要起一个塔 塔打的时间比较长 完事之后去抢火扇子跟钩子 再给一个垫斧 空一下场 剩下就是火扇子了 五个火扇子带走了 老猪火扇子打老鼠的话 是38点伤害了 全角色伤害最高 再火扇子 然后再火扇子 然后最后再一个火扇子 火扇子的弹道也是 所有小道具里边最得劲的 就是伤害打不出来 这里来到了牛魔王 上来一个塔开 然后捡上火路 老猪打牛魔王的话 就是属于大肚子拱 能补伤害完事之后 道具看情况扔 多余的道具 加上物理输出 是混打 然后这里再拱 然后给一个镜子 他跳 他跳起来打火 就给镜子 再给一个镜子 然后再给一个冰扇子 这时候扔不空 有经验 这边再给一个冰 利用冰扇子跟镜子打了一些伤害 然后再继续拱 再拱 不拱的话 他道具真不够 老猪这个道具的话 照猴子还是差点事 但是这一局 西游老黑打的真的相当流畅 完事之后 每一个点都很节约时间 对于老猪自身来讲 已经是一个非常快 非常快的节奏了 再给一个地下弓 平A平A 还打了平A平A接弓 又节省了点时间 然后来到了火龙 火龙这里为什么溜钩子呀 就是因为要用钩子去勾他 没有 没有钩子 这一段直接崩盘 直接就反着勾 一个钩子求三点 如果钩到三点最好 钩不到两点 钩不到三点就勾两点 如果最后还剩点血 老猪的话 血沙可以打到火龙两点 甚至三点 所以说不太害怕 咱们血量比较健康 钩子没带走就起血沙 肯定能带走 如果都没带走的话就崩了 勾到四点 这一步就好 但是这一步就好 或者再去勾一下 那一步就有了 所以这一步就好 这一步就好 这一步就好 所以说不定 你不满意 不过 这一步就好 然后起葫芦 葫芦 葫芦 葫芦是节省时间的道具 葫芦52 把上高伤害 再给一个葫芦 再给好 葫芦扔的都不错 然后再给一个冰扇子 冰扇子是40 两个大剑都给上 两个大剑都给上 之后是定 定塔A接不动420 定大肚子拱接波动 定 完成之后大肚子拱 这下大肚子拱是调整位置的 要不然塔A接波动就打不上了 一定最后这个定起到的是一个调整位置的作用 要不然的话牛神塔A接波动打不了了 完成之后扔塔 接平A 然后跑过来 一个向左走向右拽的波动 老猪对塔A还比别人容易失误 老猪对平A持续时间比较短 他不像猴哥 猴哥那个平A持续时间比较长 哪哪都难受 吞能量 然后躲 再去扔塔 接平A 然后往左抓 老猪这一套塔A抓的话是36加6加55 塔是36 A是6 这是42加55 97 这一套97 但是比别人用的时间长 猴哥这一套是114 老沙这一套是116 龙马是48加6加44 老猪 龙马都比老猪多一点啊 伤害 呃 而且还很节约时间 好了 朋友们这边就打完了啊 很精彩很流畅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